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天从贵州出发的时候 跑了大概是850公里 第二天跑了650公里 今天跑了350公里 终于大概走了1900多公里 终于到达上海 来到了我的左邻右舍华车之家了 这个是客户的车 这个是B型车 给大家去看一下吧 这是一款无中门的大通V80PLUS的B型跑车 四座白本 这个是一个折叠座椅 主驾驶 后面的两个座椅 然后后面的烧下铺 大家看一下烧下铺 然后这里是一个110升的刷门冰箱 然后这是一个洗菜盆 然后这个是一些抽屉啊柜子啊 然后这里放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我还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还是有一个衣柜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上面还是有吊柜啊 两个吊柜 这是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哎呀 烧下铺 卫生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折叠系列盆 然后这个是一个晒头幅度的马桶 差不多给它开起来 OK 烧下铺啊 适合一个人两个人都可以啊 这个是一个微波罗 吊柜啊 多美达的这个型号的变屏空调啊 配置基本上够用啊 标配八本的锂电啊 150升的清水虾 70升的灰水虾 六速AMT变属虾 自动变属虾 这个月的28号 29号吧 在上海佐林右手会有试驾体验活动 高尔豪哥的大通V90T型车出来 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驾体验一下 高尔有一台卸车啊 那边还有一个横潮板的 带大家去看一下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有中萌摆的 盆床摆的布局啊 哎呀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四座的啊 这个座椅可以变床 然后主副驾驶啊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贴窗 然后也是配了一个ABS4的 这样一个啊 变屏空调 这里有个洗菜盆 110升的双蒙冰箱啊 然后这里都是一样啊 只是床的布局不一样 只是横潮板 卫生间在这里啊 这个卫生间在这里 也是这里来盆啊 OK 基本上就是说 后面布局不一样 前面这里多了一个小的一个门 然后还有一个客户订了一台C型车 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高高道的一台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桌板 然后带里面带调料怪的 插座洗手那个洗 水龙桶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外置厨具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外置厨具 好 旁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布局啊 标配一个深夜拖车告啊 很多车友一直问拖车告的作用 拖车告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 防止追尾 第二个 防止拖底 第三个可以挂摩托车啦 挂任何东西 拉个拖车啦都可以啊 好 然后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这个门都可以打开的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立编机舱 哎呀 门锁了 你不给大家看了啊 这是床的位置窗户 等大家里面去看一下 高高道的一款车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进门的地方是鞋柜啊 给大家看一下还是鞋柜啊 这里还有一个 然后这边这个是热水器的控制变板 电源插座啊 然后是标配啊 这个是微波炉啊 这个是控制变板 这个是一个1米45 2米的长度的这样一个双人大床 L型座椅 L型的沙发会客区啊 然后这是主副驾驶 这是标配8AT的自动变速箱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做功能方向盘啊 什么抬压接测啊 等等等等都有 然后标配一个网络电视 这是一个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吊柜啊 然后这是一个洗脸盆 洗菜盆说错了 这是多美达的一个洗菜盆啊 然后这是燃油暖风啊 控制面板 然后这是一个抽签 下面是柜子 这是暖风的出风口 标配洗衣机对吧 150号是那赛德福德大冰箱啊 然后这里还带有一个衣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衣柜还可以吧 啊 黑服很大的衣服啊 然后下面是解修口 有个柜子下面就是解修口啊 好 这里就是卫生间 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也是可以啊 大小非常合适啊 然后是标配一个 十速刷拽子的那个 刷气流的那个坏风扇 淋雨花灑 淋雨花灑 这里一排的吊柜 这个床的长度是1米9 快度是1米2 小的一些储物格 USB 220V 阅读灯 一影俱全啊 这个布局很多人非常喜欢 包括豪哥也非常喜欢这个布局啊 总体的话这块车还是非常经典啊 还是非常经典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外面太热了 回来发现上海这几天都是高温啊 所以还是躲在我的房车里面吹着空调 来舒服一点 好了回来了 刚才给大家拍了一下 豪哥这里的几块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豪哥的一些旅行计划啊 和即将要做的一些事情 回来呢 最主要呢 是三个目的 第一个确实孩子要读书 你出去旅行过了以后 要居家隔离14天 因为马上要9月份要读书了 所以今天15号啊 大概家里待个半个月吧 那就可以正少读书没问题了 那还有一个呢 回来呢 豪哥呢 大通V90T型房车啊 即将要下线啊 也会在29号的左邻右舍房车之家 会有一个私驾体业活动 因为28号到30号 上海有一个房车展 那送别大家过来的时候 可以到豪哥这里来 刚好有个私驾体业活动 那还有一个事情呢 回来呢 豪哥呢 这里是一个房车营地 在房车营地呢 他有很多的局限型 他说不能搭房子啊 不能造一些固定的一些 载厅啊什么的 所以豪哥呢 回来以后 就在隔壁 做了一个厂房 这个厂房呢 豪哥把合同签下来以后 会成立豪哥的卸下实体体业店 未来会有整车销售啦 后期将装啦 房车露营啦 然后房车聚会啦 房车 你买房车之前到豪哥可以 会有个三天的私驾体业啦 等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线下实体店 这样豪哥呢也希望更好的服务于一些 豪哥的一些车友 或者跟一些车友有个交流的这样一个 好的一个茶地 我觉得这是未来豪哥想走的一条路 那还有呢 等这些活动在八月底搞好以后 九月初呢 豪哥会开着这台进口的车 然后会开着那个大通V90车去做路四 会去一趟青海吧 青海周边会去跑一趋 大概一个月左右 然后回来开始启动豪哥的一个线下实体店 十月份开始会正式装修 到下半年会弄好 下半年会弄好 具体的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这些 跟大家来交代一下 豪哥的下一步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不知道明年欧洲的这个疫情怎么样 我也非常期待豪哥坐这台车就是为了环球旅行的 本来就想去欧洲 希望明年能出去 这样豪哥也会组织 要是想去欧洲的朋友也可以联系豪哥 豪哥带着大家出去走一圈 好了明天礼拜天陪家人 然后我顺便去介绍再买点器材吧 我还想再买一台相机 然后你周一的话就去工厂 拍我的V90的一个进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